哈喽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主题是河流地形 在谈论河流地形之前 一样我们要先来想想看 究竟为什么要学习河流地形呢 首先我们来看到这张比较图 这张图是台湾河川与欧美及亚洲临近河川的波降比较示意图 哇从这张图片可以很清楚的比较出来 在左手边属于我们台湾的大甲溪 淡水河以及浊水溪这三大条河川 其坡斗流及的特性可以很清楚的显现出来 相较于美国的科罗拉多河 然后中南半岛的湄公河 还有欧洲的莱茵河 这样子的坡度比较起来的话 我们台湾河川的特性真的是非常的鲜明 所以这张图可以很明显的知道 我们台湾这样的河川特性 往往在夏季暴雨的时候也带来了很大的灾难 例如这张照片 这是八八水灾中被冲毁的台铁南回县泰玛里西桥 这么陡的坡度 那这么大的水量 一冲下来之后 其实很多我们人为活动的建筑物 甚至我们居民的生命财产 都遭受到很严重的威胁 那这张图也是同时 在八八水灾的时候 曾文西提防遭到大水的冲毁 那从这张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河道是非常非常宽广的 那在这么宽广的河道之中 你可以想象到说 在暴雨来临的时候 其实他们全部都是洪水 所以你可以知道 我们那时候的降水量有多么的惊人 那也可以知道说 我们台湾的河川其实在洪窟流量上面的变化 是非常之大的 所以不可不防备 平常要做好这样子的防灾准备才行呢 那讲了这么多 总觉得台湾的河川特性 是不是总是给台湾带来灾难呢 不过你看到这张漂亮的照片之后 应该心情会稍稍的放松一些了 其实河川也带来非常多漂亮的景色 也丰富了我们的生活跟生命 这张是泰鲁阁的照片 那这一张的话呢 则是花东重谷平原 也都是联合冲击上 所冲击出来的漂亮的地形 那这张照片则是十分瀑布 位在我们台湾新北市的平溪区 是我们台湾最大的联幕式瀑布 非常的壮丽 而且非常的漂亮 那高度落差有将近20公尺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说河流地形 它可以寻溯出这么多样 而且多元的地形地貌 那这张卫星影像 同学们可以猜到这是台湾的哪一个地区吗 没错 有些同学应该已经猜到了 这个是台北盆地 我们可以看到这之中弯弯曲曲的河流 还有密密麻麻的人工建物 所以浅灰色的地方呢 就是人们居住的地方了 所以可以看到人类的生活 其实跟河流是密不可分的 尤其在古时候很多的文明起源 都是在大河流域的地方 那这个台北盆地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大致上是三条河流 所汇流在淡水河 分别是新天溪 还有大汉溪 他们在江子翠这个地方汇流之后呢 以下就是淡水河啦 那基隆河的话呢 则大约在摄子岛的北边 大概在汐止这个地方汇流 之后出海 进入台湾海峡 当我们发现说 其实河流的周边就是人类生活的环境了 很多的冲击平原 像我们台北盆地的话 江子河流冲击地 其实就是人类最主要生活的地方 而地表上最常见的地形景观 也都是由河流而形塑而成的 所以如果能够明瞭河流的地形 还有它的成因 才能够更有助于提升适应环境的能力 以及达到人类跟环境和谐共处的目标 那如果你想要得河流的地形 有更深一步的认识 就请继续看接下来的影片吧 我们下回见 拜拜 by bwd6